第十二个问题 请问何为随云消就业 这一句话 我这么多年讲了很多经 你多听听 因为这一句两个小时讲不完 随云消就业 是你的功夫真正得了 无论是善云 真的消业障 善云怎么呢 不生贪念 生贪念的心就是业障 不生贪念不就消了吗 卧云呢 你会生成会 卧云来的时候不生成会 不就消了吗 如果善云来的时候 生贪念 卧云来的时候生成会 这个不但不能消业障 天天在造业障 在增长业障 麻烦他了 所以我告诉你的时候 随云消业功夫得了 消业当确确实实在随云 如果离开云 你的业长到哪里消去 没地方消啊 消不掉啊 所以真正修行在生活当中 在工作当中 在厨师带人节目 你看看 华严精 善财童子五十三餐 那叫随云消酒业 你真懂得这个意思 决定一生圆满成就 他在日常生活当中 厨师带人节目 把自己贪嗔迟慢 统统消掉了 把自己的七情无欲全消掉了 到最后把自己妄想分别执着也消掉了 一生圆满成就会修行的 他懂的 不会修行的 随缘造罪业 在佛门也不例外 可能在佛门里造的罪业更重 为什么 佛门里面 这个我喜欢他 那个我讨厌他 天天在造罪业 佛门里面修福快 造罪业也快 比一般场合快多了 这问题就是你会不会 那么由此可知 经不能不停 教不能不学 不学 你在佛门里天天造罪业 自己不知道 由心去造的是罪 无意去造的是故 罪故 要清楚 这个是要很长的时间 我自己是个过来人 前十年 老师常常在身边 看着 我感谢李老师 十年之后 离开老师 自己已经养成习惯了 所以 在静缘当中 能学 能放下 才有这么一点成就 这个是许多同学都看到的 虽然看到了 你没有学到 这很可惜 看到 要学到 那你就很有所用 那么 对 你 嗯 嗯 嗯